然后看了那个剧情 他一天大概如果演六场 他就要讲六场 蛮辛苦的 他包括对白 他的翻译等等 那我是怀疑那个人是 国语是不是看得懂的 那每一次他讲的 大概就等于看悲剧喜剧 大家反正大家都笑了一趟糊 为什么按照他自己的意思讲 这也是无可奈何 不过当时里面经过 经历过这一阵子里面这样 我居然蛮快乐 然后后面这种叫做辨识 辨识我们现在帮他复活 我们现在就是 单身辨识的工作 事实上在台湾里面 在当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行业 后来就越普及 越来越普及了 为什么大家都认得 荧幕上的字 辨识就上市它的功能 所以他就自动里面 这个行业就笑死不见了 这是跟大家理解 所以我们这个 今天这个活动里面 其实还是有一点 有一个味道 所以我们那个时代里面 今天只能把他在这床心里面 做了一幅的一幅展现 这名卡班诺普曾经在这个 2000年将军2010年年 16年 那一共拍了这三部曲 其实最早的时候 它有一个构想 构想就是有 也有约瑟夫这个角色 那就是今天这个组 这个组这个角色里面 他大概是在念大学的时候 念大学的时候 诗集里面是他最早构思的 约瑟夫里面 你这个角色里面的定位 那问题是后面一直思考的时候 当然我常常教导学生的时候 在剧本学里面当中里面教导 一个事件出现了以后 你应该要往前推往后推 前因后果你都要去思考 就算你是上去演戏的话 一个人演员里面 也必须要写自传给我 你演的尤其只是 20岁左右的一个角色 尤其是只有演几天而已 几个小时而已 那问题是你要自我诠释 诠释什么 诠释这个角色里面 他小时候是怎么成长的 我在剧本里面没有教导 但是演员要自我诠释 未来你没演到啊 他老了以后 他的生命形态是 大概有几个孙子 你告诉我 这个就是牵扯到他 演员本身要去诠释 这个角色他的什么 他的一种所谓的 自我生命上边的一种诠释 这是一种演员的训练 同时如果编剧的话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里面 去做很多很多的训练的 所以他最早里面 他就是先完成这个 用当然是最多的 常常吃的这三种的食材之外里面 最早里面他实际上就是 定位在主 这个约瑟夫的这个角色 约瑟夫这个角色里面 其实最大的这个议题里面 是自我认同的一个努力 因为我们成长到 20岁左右的时候 其实对生命里面 有很难很难的一种 所谓定位未来 生命里面其实是很茫然 我们未来的前途在什么地方 其实每个人都 心中里面有一些很多的期望 我将来要做些什么 但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真的在社会上给你的一种定位 是如此吗 其实是很茫然的 所以对自己的一种 所谓生命上面的一种努力 一种生命上的认同 你必须要很努力的去自我追索 其中当然就是说 跟他母亲里面 一个相当微妙的一种母子关系 因为妈妈是个寡母 她是寡母 就是如果说 她如果说妈妈里面 她才20岁 妈妈才40岁左右 她蛮年轻的 那如果很年轻的话 你要让她空走空归吗 那也不进来 那如果她有机缘 刚好就碰到 碰到一个男朋友的话 那请问这个儿子是怎么看待的 金明昌还是从这个角度 你们去看的 不过故事里面 还是有彼此之间 三个故事 虽然各自独立的 各自独立 那像这个 卡帕诺古 他一直不承认 一直不肯承认说 这三个就是 一个串联的东西 不过他有一个特质 他就是 倒着眼 倒着眼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第一部曲的时候 是暖 对不对 暖的时候 他的那个妈妈已经死掉 已经去世 那那个时候 约瑟夫已经是 差不多三四十岁 三四十岁 他妈妈还 你看他为他设定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要让他将来当妻子 可是他也是很盲然 他也不是那么主动啊 有很多的事情里面 都是被动而闻 所以这个约瑟夫 小时候很奇怪 他没有办法去认定自我 但是问题是 他很多的事情 他又没有办法单独做主 而是不是因为小时候呢 或者说 小时候的很多 这种事情里面的影响吗 是小时候 我们看的下个月里面 我们看了一部叫蜜 蜜蜂的蜜 那我们看了那个 他在小时候 他跟他父亲的死 有关系吗 这我们不知道 因为他的里面 影片里面 是三部影片 通通是非常暧昧不明 而这个三部当中里面 又由于 我们今天这部 更是暧昧不明 今天这部影片里面 是很难很难诠释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努力的 去把这部影片里面 介绍给各位 世界上里面 有很多种电影 很多人 有时候年轻人都会问我说 到底拍什么样的一种形态 才是未来的一种主作 未来的话 电影是如何 我常常告诉他 电影没有所谓任何的形态 是完全导演里面 自我的诠释 你愿意怎么诠释 它就是什么样的一种电影 最好 你的诠释是 全世界都没有人诠释过 那你就是相当独特的一个导演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现在产生了以后才有一个所谓的意识形态 然后大家拼命去研究他的意识形态 所以后面的人就模仿他的意识形态 那这个导演算什么呢 后续的这个导演算什么 就是模仿吧 叫做抄袭 所以最主要要独立的见解 最终你在呈现的时候 导演里面所呈现的 他一定要讲述人的一种故事 那既然是人的一种故事 他有一种所谓的不愿意放大 或者是被放大的这些故事情景 通通可以放置其中 一般而言 好莱坞也罢 或者是一般全世界的电影里面 他们续剂上面的那种呈现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放置在放大的一种情节 因为你必须要在镜头 透过镜头里面让观众理解 这个角色目前他的心态想法究竟是什么 所以我们称在我们世界里面是被放大 或者时间里面是被暂停 那在这从称着这样的一种形态里面 我们就可以理解那个角色 此刻的内心世界 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是也有一种是 他根本不要理你的 你看得懂吗 到底看得懂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把生活里面的很多的一种面向 那直接了当的就放置在这里面 那你就直接里面去 跟这个角色里面去做一种互动 那这还是很多的情节 形态意识 形态一面 很多部分当中里面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所以你说世界电影 有什么样的一种形态 这其实是很难讲 最重要要有创意的 最近要有创意 还有两个字叫权识 这两个字无论到哪一个世代里面 都永远行得同仁 目前目前我们国内里面最努力在下去经营的一个政府的一个面向 你知道是哪里 就是文创产业 文创产业 那文创产业里面 上个月里面曾经我一场没有来 那就是到高雄去演讲 那一场是金建卫副主委前我去 那前他们却在高雄里面有一场 连资坛里面有两百多个 都是高雄里面或南部地区里面都是企业界里面相当有名 而且每天很多都博师 那一天他们讲说 今天我们这个场地里面是全台湾的博师密度最高的 两百多个都是博师 我刚才一场演讲讲完了以后 我刚才讲说我时间太不够了 所以演讲了很多东西没讲 结果这个金建卫主委就在约我十一月要去 再去他们会里面再讲一场 所以他说时间一定 我说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我三个小时我只有讲两个四个字而已 我刚才讲过了 诠释 还有创作 因为我们的现在官员里面根本不敢去做 不敢去诠释 不敢去创作 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 少做少做 不做就不做 那如果做了以后大家骂个样子 反正我大概这一任我可以做完 那就算了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我会不客气的 这方面里面 刚刚没机会就没机会 有机会就大放厥识一般人 也是人生一辆快思 但是问题是还不只是这么简单的 因为还有很多的意识形态里面 我们必须要去理解 生命形态里面也要不断的去诠释 那诠释什么呢 问题是无耻 所以我们的社会脉动里面 其实天天都在展露一种新的一种面向 但你愿意不愿意参与呢 这就是最大的盲点 最大的问题 我们台湾里面条件非常好 条件不是没有 但是人为别的国家敢做 我们一直不敢做 那当然就会一直退居到幕后 你不敢去诠释 那只好是 那个就有的一种规则 一直隐形下来 所以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一直没有进步 那没有进步的话 包括经济其他的 通往会完全会停顿 这停顿非常可怕 真的非常可怕 所以大概 如果还可以成为一个文人的话 那就在这个角度里面 我们尽一点点的心意 所以希望我不会被 因为这样就被干嘛 干嘛 这样应该不会的 来 我们今天来讲的这部电影 当然是三部曲 这三部曲 我认为一个导演里面 他这部 我们在这部电影